過去中國在講到巴基斯坦的時候 說那是我們的巴鐵兄弟 不但是兄弟也是鐵的兄弟 就沒有想到 現在巴基斯坦反中的浪潮越來越大 甚至瓜達爾幹 都已經要寄給中國了 在這個地方有大規模的反中示威 沒有錯 那麼巴基斯坦呢 那麼身為這個中國的鐵桿兄弟 一向是中國拉攏巴基斯坦 對付印度的利器 結果你沒想到這麼多人站出來 這麼多人站出來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抗議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呢 那麼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那麼興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港區 那麼他們到底來講一帶一路 全世界應該很歡迎才對 然後又給了那麼多錢 然後貸款那麼多 就為什麼這麼多人站出來 寶傑 你要知道 這麼多 你看那個空拍機 看不到人群那個鏡頭 都是抗議中國 對 然後倒是來抗議的 而且裡面有很多的女性喔 那麼巴基斯坦裡面呢 女性是比較弱勢的 但是呢 卻有很多女性站出來 為什麼沒飯吃啊 為什麼沒飯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會發一個 很奇怪的這個等於說錯誤啊 它的一帶一路在 那麼它的很多的盟邦裡面呢 後來受到很多這個非裔 跟很多人出來抗議的原因 就跟巴基斯坦這一次 瓜達爾港的抗議事件 一模一樣 那把這個你要興建的 瓜達爾港呢 用這個相關的圍梨 把它圍起來了以後 就變成他們的地盤 然後呢 人 你看把那個圍梨 就他的了 圍起來以後 那個巴基斯坦人就說啊 這明明是我們 巴基斯坦人的這個土地啊 怎麼像是 那麼好像我們是 那麼住在外國一樣 被外國隔絕在外一樣 那麼最奇特的是什麼呢 那麼興建瓜達爾港 那麼裡面的這個就業機會呢 那個當地的人拿不到 為什麼 他源源不斷從中國 那麼再送工人過來 這一點在這個等於說 一帶一路的每個國家 幾乎都發生類似的一個狀況 除此之外呢 那麼他還有包括原料 興建的原料啦 興建的所有的東西呢 全部好像除了這個砂石之外 石塊之外 全部都從中國運來 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造成呢 那麼巴基斯坦 包括這個瓜達爾港 這麼多人站出來抗議啊 原來巴基斯坦 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呢 那麼簽了一個 讓這個中國的大型的 相關的這個漁船呢 可以拖往式的漁船呢 在瓜達爾港附近的海域作業 那為什麼會抗議 因為很簡單 當開了中國的大型漁船 你要知道 中國大型漁船是大小通吃 一網打進你知道嗎 他的漁民就沒得吃了 大小通吃一網打進了以後 附近的巴基斯坦的這些漁民 他們小型的漁船就撈不到魚了 他們就沒有飯吃了 然後呢 他們就這件事情 不斷地跟這個 他們自己巴基斯坦的政府反映啊 沒有用 然後呢 去跟中國當地反映 也沒有用 所以忍無可忍就站出來 一再的抗議 而且一抗議就超過一個禮拜以上 美國要重返非洲 因為未來你需要儲能 未來你需要電動車的電池 這個電池你需要的孤礦 你需要的猛礦 很多都是非洲 它才獨有的 所以你沒有拿下非洲 沒有拿下這些礦權 對於未來的能源戰爭 你就具於劣勢 而當美國回來了以後 你就發現很多事情 變得不太一樣 之前剛果 剛果跟中國的關係 一向非常的密切 而我們看到了剛果 很多重要的礦產 也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 可是現在 卻突然發生一件事情 剛果的內部 卻有去指控 他的前任總統貪污 而不是一個人指控 是數十人跑出來指控 而且不但是指控 指控的內容指正利利 除了指控前任總統貪污之外 你就看到 現在越來越多 剛果的畫面 剛果的資料外傳 今天不是講嗎 中國你拿下這些礦產 是你做了一個很大的承諾 你要在剛果做基礎建設 可是你看 現在這些基礎建設 富之確如 你現在不管是機場 跑到任何東西 基本上完全的都是非常的破爛 這也讓剛果人非常的不爽 另外是在一帶一路的狀況下 你不是要跟非洲的好兄弟 共同的成長嗎 結果沒有 你不但沒有成長 你還趁你去要你命 現在烏干達最重要的機場 因為付出這個借款 現在有可能落在中國的手上 而這一切的一切 其實你都看到 美國的影子 似乎在背後進行某種程度的運作 好 在這段裡面 有兩位來賓加入討論 第一位是資產媒體的人 王維德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資產媒體的人 好 這邊就想到了 美國還要重返非洲 重返非洲以後就發現 剛果本來被中國牢牢在手上 可是中國現在反中的力道 越來越強了 還有就是過去中國跟非洲 都有一個中非高峰會議 這個事實 所有非洲國家都急著要參加的 可是沒有想到 今年從元首降到部長級 而且寥寥可數 而且目前美國跟中國 他們的外交割喉戰 要割喉割到斷了 你看 現在已經在南太平洋島國展開之後 你看美國現在呢 割什麼地方 他要割這個非洲 他現在目標有兩個 一個是民主的鋼國 一個是烏干打 那為什麼這樣 過去一段時間 你中國用一帶一路 然後跟人家要求什麼 要求礦產這些東西 問題是你答應人家的東西 完全都沒有給 沒有嗎 對啊 你要蓋著這個馬路 蓋著營運全部都沒有 所以你的說話不算話 再加上說裡面 很多貪污腐敗 然後餘肉地方的這個民眾 你知道 內部人是抗議不斷之下 你知道 今年有一個會議 這個 告訴你中國在非洲 目前的處境 怎樣的會議 就是我們講到 中非的這個合作會議嘛 保健上 2018年的時候 當時在北京舉行的時候 習近平親自出席 保健上 非洲國家 他們有 非洲有54個國家 所有國家的元首都出席了 只有一個國家 就史瓦蒂尼 因為他跟台灣有邦交 所以他沒有去 54個國家全部都去了 當時美國嚇了一跳 只有中國能夠把54個非洲 54個裡面的53個非洲國家 元首全部都扣到北京來 你說連美國都叫不動 叫不動 美國叫不動的非洲高峰會議 對 竟然中國叫得動 對 而且都到北京去了 好 結果沒想到 三年一次的這個高峰會議之後 今年呢 今年在這個所謂非洲舉行 非洲舉行的時候 保健你知道 去的人最高領袖的中國派誰去 派王毅去 那王毅去之後 各國2018年是各國元首 今年很多部長 都是部長 隨便去就好了 所以整個降級的非常明顯 所以就是說 中非的這個高峰會議來說 非洲已經對這個熱情已經不在 他們大概認為說 這個中國的成果 大概都不可信 因為為什麼 因為美國金主來了 美國最近布林肯去了非洲 三國訪問之後 他真的帶了錢去 真的帶錢 後續還有更多更多的補助 他說說什麼 我們不會強迫你們做出這個選擇 我們是給你們選擇權 所以現在很多非洲國家 他現在已經 既然有第二選擇的話 那我就準備 可能要倒向美國了 而且最讓人家矚目的就是 民主鋼果這個國家 剛才講的這裡面 還有全世界最大的孤礦 對 要掌握孤礦 才掌握了未來的一個電池 最重要的一個設備 對 現在很多資料出來 對 原來中國在鋼果民主這個國家裡面 他很多的承諾沒有做到 對 很多沒有做到了以後 他現在已經不是只有一批人被綁架 對 他已經好幾批人被綁架 是 他不但好幾批人綁架 現在 他的在野勢力 對 也開始反彈了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畫面是鋼果民主共和國的 他們這個山區裡面的道路 包姐為什麼這麼爛呢 因為你中國不是要給我承諾嗎 你說要幫我蓋這個馬路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蓋完 那更誇張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鋼果有非常多的 包括說坦礦啦 包括說像這個鋰礦啦 甚至包括說像黃金 所以他們 欸 保潔你知道 他們不但這個原本承諾的道路 沒有蓋不說 那他們還去那個地方做什麼事 他們幹的非常可惡的事 那掏金的時候要用的清化物對不對 對 清化物你下去去洗金的時候 就沒想到 你居然沒有做後續的處理 就當地民眾已經沒辦法喝當地的水 他們就說欸 你讓你 清化物直接丟在水裡面 那你這個中氣你在這個地方 給我挖金礦的東西 你又給我賠償 結果沒想到他們狀告到政府去 結果政府說欸 不好意思喔 我們沒有這些中氣的這個名單 到底誰在這邊挖的 居然連他們當地的政府 也不知道是誰在那邊挖 所以變成是無頭公案 他們只知道說是中國企業在那邊經營 但是是誰 居然沒有人知道 那還有更誇張的是說 鋼果說他們的這個採礦 約莫每一年大概是15到22噸 對 官方的這個數據 結果沒想到 中國大陸在那邊的這個 爆的這個礦產量 只有年產17.76萬 17.76公斤 公斤 對 原本是頓 15到22公斤 對 原本是頓變成是公斤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因為當地很多挖金礦的 都是中國企業 所以等於是中國企業 你擺明在那邊污染不說 那原本可以入他們國庫的金額 你在那邊虛報 你報的那麼小 就會導致當地民眾全部都對 所有中國民眾非常不滿的一個情形 而且你剛剛看的畫面就是 你現在給你這個礦區 礦區你也承諾說這個礦區的對外道路 中國要負責建設 結果搞了白天還是這麼爛 沒錯 你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車在那邊走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要運所謂的 孤礦 鋰礦出去 那結果為什麼這樣 因為原本中國在2015年 跟剛我簽了一個協議就是說 我們準備要承諾30億美金 我們要建設3500多公里的公路 3500多公里 鐵路還有31家150床的這個醫院 還有145個醫療中心 然後首都不會少於2000套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廉價的這個租房 還有兩所限大大學 還有大學都不在 那於是他們就說 我們最新蓋的會在 你們孤礦跟鋰礦所在地 我們一定會把先把那些環繞的道路 什麼都蓋好 結果沒想到2015年前 因為到現在為止 已經過了快要6年的時間 到目前為止 路根本就完全沒有嘛 所以這個路還是爛泥巴 對 那當地人於是都炸鍋了 你們給我的承諾 你們現在到底完成多少 他們就發現到說 原本他們所有號稱的這個赤資 35億到目前為止 投資不到10億元 投資那麼少 所以你說你這個孤礦 你該挖都挖了 結果孤礦你該挖也都挖了 就該有的道路都沒有 對 你享用了所有的好處之後 當地民眾還在開這麼爛路 他們都說什麼 一旦下雨天的時候 他們完全那個 因為當地都是完全是泥巴路 他們那個輪胎都會陷進去 陷進去的時候 他還有人在那邊挖 把那個泥巴 把這個輪胎挖起來 結果挖起來之後 孤礦你知道嗎 我們送出去的禮礦孤礦 又送到中國大河去 當地民眾根本沒有享受到任何好處 所以當地民眾已經相當的不滿 結果最近又爆發了一件事 因為很多地方的話 沒有這個路運 沒有路運他們就坐船運 坐船運這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 因為中國大河承諾的路沒有坐到 沒有坐到他們就去只好搭船 搭船之後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船上面來說的話 居然因為操載 操載之後 結果孤礦居居然有700個人 因為這樣子 他這個船就當場在中間就落水了 這個船其實不大 對 這麼不大的船 他居然有700多人 對 沒錯 那事實上後來發生船難 發生船難之後 造成大概約莫75個人死亡 所以大家民眾對這個又非常的不滿 而且外媒現在又開始在報導 Deadly through road 就是說最死亡的死亡之路之河 所以你知道他們就用這樣來形容這個 那這個擺明就是什麼 他在影射就是中國根本 你就人家你答應的路 都沒有把他蓋好的時候 他們只能坐這個船 坐這個船之後造成死亡 那這都是誰的責任 都是中國的責任 所以這一條河變死亡之路 對 所以這就是一直不斷的在 這個中國對中國的憤怒 一直不斷的在累積之中 所以他最近就爆發一件事 在這個礦坑的這個地方 在伊圖里省附近的幾個礦坑 保證那全部很多中國人都被襲擊 被抓了 然後被抓有的 有些人還失蹤 所以他這就是這樣 他們可能很多中國民眾 住在這個地方 或是中國礦工住在這個地方 他就被人攻擊你 你看整個村莊著火的這個事件 他整個村子把你燒掉 對 所以之前我們剛才到的 有五個中國工人被綁架 對 五個中國人綁架以後 又來 他又去清洗這個村莊 清洗這個村莊以後 有兩個中國的公民 對 被燒死了 對 結果中國都說 這個東部的 伊圖里省 北極五省 還有南極五省 三個省很危險 請中國民眾不要到那個地方去 他說受到不明的 武裝分子的這個攻擊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會有不明的 武裝分子的攻擊 我跟你講 縮穿了 這就是這個美國在後面塞狼 因為為什麼 因為是 有美國的影子 政府目前是跟這個鋼國非常好 那哪來的這些武裝分子呢 那這些武裝分子擺明了 就是有人在後面給你塞狼 你看 因為附近有人在搗亂 所以導播 現在看到 他們本來這個旁邊有一個聚落 這個聚落有一個房子 房子就被燒掉了 對 這樣燒這樣燒 那你看聯合國軍隊也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包括說他們軍方的軍隊 也都來這個地方 就你知道 事實上很多人 因為這個燒掉之後 很多地方就有難民 難民就要跑到這個烏干達去 那結果你知道 他們看到這個所謂聯合國的部隊 看到這個官方部隊 他們沒有歡迎他 可是你看看到武裝分子來說 是非常開心 所以擺明是什麼 美國搞不好在後面 就給他們發錢 在後面這樣塞狼 這些武裝分子或是未來 可能要跟官方對抗了 這就是美國在後面的勢力 已經插手了 而且更不要是 他們的前總統 居然有一個貪腐的文件 居然是外流 外流就算了 是歐美的媒體報的 沒錯你看這個 鋼國hold up 這是誰呢 這是鋼國的前總統 鋼國前總統 最近所有的國外的媒體 全部都在報這個狀況 連彭博社還有BBC都在報 報什麼 他突然就說 我們拿到這個報告 拿到這個報告 就這個鋼國的前總統 他好像有挪用他們當地的 非常多的銀行這樣子 他還特別說 你看民主鋼國有超過70%的民眾 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 就沒想到你這個 你居然在挪用 可能有上億元左右美金的資產 就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說呢 因為很簡單的一件事 因為之前他跟習近平關係非常好 就是因為他去跟習近平簽約的 這是前總統 這是前總統以前的樣子 跟習近平簽約合作的 他就是簽這個2015年 簽這個約之後互相合作 就拿到固況 對 拿到固況 李寬這些 那現在把他踢爆 踢爆原因就是什麼 然後美國在後面塞人 所以擺明了 這就是美國在後面要搞你的 搞你這個鋼國 民主鋼國 結果沒想到 他們的這個國務院的 這個兼司法大部長就說 我們馬上就會調查 因為這個壓力太大 國際的聲浪之下 所以現在你就覺得 然後鋼國現在又說什麼 因為最近也發生太多事情 包括說這個 這個我們的孤礦 李礦這些問題 我們可能要重新思考 跟中國的相關的合約 可能要取消他們的礦權 所以現在就開始了 等一下 現在這個司法部長 說要取消中國礦權 他們目前的這個官方 就是可能要取消政權 然後另外一個 他們馬上就對這個 前總統進行個起訴 所以是不是整個這個 對中國不利在鋼國的 這個狀況 可能要慢慢的出現了 讓非洲很不爽的是 現在透過一帶一路 這個債務的問題 現在這些的機場 很多的道路 所有權要被中國拿去了 中國讓人家不爽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你用債務套勞人家之後 然後你把人家的東西拿走 這個地方就烏干達的 恩德貝的這個國際機場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在開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 當時用2%的利率跟中國借 借大概2億美金 結果沒想到 因為收不回來嘛 收不回來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最近一段時間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這個約 明年要到期 請你們烏干達還錢 烏干達還不出來 還不出來之後 按照合約 不好意思 你這個機場歸我所有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事實上在當初貸款合約的時候 因為機場是一個 國家主權的象徵 主權象徵的話 我有所謂主權的這個伸張權 結果沒想到 在這個合約裡面來說 烏干達居然放棄了 對資產 這機場資產的這個主權豁免 所以表示說什麼 我已經放棄了 所以機場到時候變成你的 OK 沒有問題 就這樣烏干達 民眾全部在抗議 他們就算 你看他們財政部長 還跟這個議會道歉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會簽這個合約 這個恩德培機場 是國際非洲最有名的機場 當時以色列 在這邊有一個反恐的戰爭 全世界都知道 也拍成了這個電影 結果沒想到 居然這樣子 你這個議會 財政部長也跟議會道歉說 我們也不知道不當處理 你要這樣就說了嗎 你怎麼會放棄機場的主權豁免 那因為你這個地方 會被中方扣押跟接管 所以現在整個烏干達民眾 已經對這件事非常非常不滿 好那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跟烏干達說 我要幫你蓋這個卡魯馬的水電廠 還有這個高速公務 你也都是跟人家融資 那融資的時候 都有這些這些所謂的協定 就是你萬一沒有還我錢的話 都會歸我 所以除了這個水電廠之外 然後你的這個恩德貝的 這個國際機場 還有連接恩德貝的這個高速公路 全部都歸他所有 那擺明就是這樣 我們好像幫你蓋這個機場之後 然後最後再送給你 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烏干達 現在民眾已經開始抗議 加上我剛才講的 港國的民主共和國在抗議 那所以你知道 最近我們不是說嗎 布林肯不是去了嗎 布林肯他就拿了錢 拿了錢之後 他這次還特別到塞內加爾去 為什麼要帶塞內加爾去呢 因為這次的中非的這個公務員 就在塞內加爾辦嘛 中非公務員在塞內加爾 他說他故意去嘛 他故意去的時候 他說我們現在有一條路 叫做打卡聖路易公路 這條路 就是由我們美國來出資 幫你們幹 所以美國已經開始在 深入到非洲去 所以你知道中美之間 在非洲的這個歌喉戰 其實正式的開打 好董事長 你過去常常講 美國絕非善累 美國是在全世界 最會玩權力遊戲 他也最會去顛覆別的國家的 一個這個國家 結果表面上 布林肯講我要重返了 我不要求你做選擇 我給你選擇權 而且我要對非洲友好 但事實上 第一個 我在索羅門群島 我去怂恿別的省的人 進到首都打砸搶 另外整個民主綱果 你願你的爛事情 我把你給掀出來嗎 你看看這個2018年的 習近平主導的中非合作會議 跟2021年兩個 差距在哪裡你知道嗎 最重要就是非洲人很現實 他知道這座沒錢 沒錢 沒有要來 我去北京看過一大堆黑人喜歡 在那邊熱鬧得不得了 跑去外交關一大堆 對 他們對北京非常的敬仰 跟羨慕都有錢 錢 到處都是錢 你看廣東也是一樣 其實中國在經營非洲 是非常成功的經營 非常成功的經營 對 抓了多少貪官污吏啊 他大陸都會有貪官污吏 你認為他們到國外去不貪嗎 當然更貪 這個習慣太過去了嘛 那合約跟你 那中國的官方 這些商人跟你簽了合約 你認為一定會算數嗎 當然不跟你算數嘛 我就挖礦 我跟你開路幹什麼 那個相片就是 那個影片就告訴你 礦哪裡我走啦 那個礦要做到好 對 一個礦權要維護到好 他的連外道路 他包括礦區的這個所謂的排水 各個的水土保持 整個系統 那個都是很大很大的錢 就保護 你要把這個環境保護 做到完善的情況之下 再來挖礦 跟你亂挖一通 這兩個人不能查就對了 當然你做到好的時候 你就要估計說 我做到好 我可以挖多少噸 就是說我挖到一百噸的礦 我做到好 但是我做到爛 可能只挖二十噸 沒關係 二十噸都坎的嘛 我不要投資嘛 這個就是表示 中國在海外的這些 跟他們合作的方式上 你看到沒有 他都是要跟你做原物料的合作 對 我要礦產 就要你的礦產 要你的伐木零產 資源 對不對 要資源 他沒有要跟你在那邊蓋什麼 成衣工廠 沒有跟你蓋什麼其他的 增加你的什麼生產事業 對 沒有這一套 東西都把你搬回我家 對 然後誰去搬 中國人自己搬 中國人自己搬 他的工人自己幹嘛 那種搞下來結果 然後呢 非洲的政權會更迭 那原來那一套就來了 是 開始就是送紅包 就解決問題了嘛 那非洲的軍閥 拿了錢 當然就 當然就給他保護嘛 可是這個東西 老百姓受不了啊 老百姓殺他是正常的嘛 所以跟這個政權一換 他事情就砸鍋了 我曾經聽說過 他們在非洲哪一個國家 蓋了一條鐵路 那條鐵路是很短的一條鐵路 是全世界第一櫃 在非洲蓋是全世界第一櫃 非洲蓋鐵路蓋到一條鐵路 他可以A幾億美金啊 胡說八道的亂蓋一通啊 就是錢弄出去 他就說 拿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大帽子 所以跟了中非邦誼這四個字 他就裡面亂搞 國營事業就去了嘛 他的所謂的開發銀行就貸款了嘛 一下子一百億兩百億美金就下去了 都是這樣亂幹的嘛 所以亂幹變習慣之後 習近平怎麼講的嘛 習近平在提醒大家 現在要到國外去做事情的話 要尊重當地的傳統 還有法律啊 不守法的嘛 這中國人在大陸的 本身中國都不守法 他到非洲給你守個鬼頭啊 亂幹一通嘛 所以我答應你要蓋的路 完全不蓋 然後那個那麼泥泥 我也不在乎 還有那條河變成死亡之路 你答應人家要做的 船啊 橋樑啦 什麼都沒有做 不過他這個就是拜登講的嘛 拜登說中國人答應的東西沒有用啊 那個叫Bullshit嘛 對不對 你那個氣候變遷 他當然是答應人 他也答應很多啊 他到處答應嘛 他答應完發覺 他這個沒有意義 他東西搬家搬走了嘛 還有他答應 中國人很簡單嘛 他用他很多叫做框架協議嘛 因為框架協議是概念的 在這個框架之下我們可以同意這個同意那個 但是那是框架 那有沒有進入到合約 還不見得到合約啊 所以他有很多花樣 你知道 中國的花樣在中國可以行得通 因為共產黨壓得住 他到了海外去啊 有國際規則他不懂 他就可以亂搞 那這個亂搞的結果 可是就讓美國有有機可乘 但是美國的選項 也是選兩個東西 他要的東西 第一個他要的礦財也是一樣啊 第二個他要軍事基地 這兩個是美國要的東西 另外一個我要講的 他搞了很多東西 就機場變成他的 其實他不願意 他不要恩台北機場嗎 他開始的目的還是希望 我投資你 我錢給你 我能夠回收 他還是希望這個 所以所謂的中國的財務陷阱 那個不是一開始就設下陷阱 他是因為他的評估能力太差 吃倒帳 因為很簡單嘛 這個國際源外協助這個事情 是一套的流程 有非常嚴謹的態度 就我剛剛講了嘛 你的投資的裡面的涵蓋範圍 跟你的生產的回收 都是屬於回收型的 還是原外型的 這概念是不一樣的 那老中不懂這一套 也不來這一套先幹再說 幹完了 張人去了 就跟你搞得亂七八糟 沒有人收拾善後 那就關係越來越壞 那這兩年現在 中國現在也沒有錢了嘛 沒有錢了以後 要政權換了 那非洲現在換人了 他翻臉了 現在全世界誰最有錢了 美國最有錢了 美國現在背個袋子 生在老公到處去撒錢 所以這一段時間會把一些重要的 有原物料的國家 美國一定會把它供下來 還有非洲的基地 軍事基地會全部供下來 電動車大戰裡面 有一個最關鍵的就是電池 而電池裡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 它的礦物就是孤礦 就沒有想到在過去兩任總統 歐巴馬跟川普的時代裡面 完全不在乎 現在鋼果最重要的孤礦場 竟然都被中國掌握 中國現在掌握全世界的孤礦 竟然高達八成以上 當美國失去孤礦 當美國不能掌握孤礦的時候 你的電池最重要的資源 就被對方掌握了 好 我們今天請到旅外賓 在大方首一張 財經專家黃松 總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資產媒體王輝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資產媒體王偉瀨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待會兒媒體工作者溫生 也會加入討論 好 事實上 剛剛講到的 拜登現在非常說 我要把我的重要的資源 我把東西丟到電動車上面 可是電動車上面 他知道有一塊被中國領先 哪個領先 被電池被中國領先 電池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孤礦 竟然是被中國掌握 那我本來以為說 本來中國就跟非洲交好 本來中國就深入非洲 所以他掌握孤礦 理所當然 可是我看到紐約市報的報導 我才知道 原來從艾森豪開始 美國就在經營鋼果 從艾森豪開始 他就知道 孤礦 猛礦 還有這個釉礦 非常重要 鋼果一定要掌握 就沒有想到 在歐巴馬時代之後 全部都沒了 王傑從歐巴馬時代到拜登 到川普的時代 他們輕忽了 鋼果這一塊重要的拼圖 被中國拿走了 所以你看事實上拜登在上個禮拜 簽了這個美國的1.2兆美金的 這個基礎建設法案之後 他馬上跑到通用去 開了這個電動車 開了電動車他說什麼 到目前為止 在電動車這檔競賽裡面 中國保持領先 但是局勢即將改變 那怎麼改變呢 改變來說的話 你看緊接而來的話 紐約時報就開始 連續幾天他都刊登了 美國如何在鋼果輸掉了 跟中國的孤礦大戰 輸掉了 對 上中下他非常大篇幅 甚至還點名亨特拜登 你也是罪人之一啊 所以搞到現在為止來說 你這個拜登 你是不是要做一點事 所以於是這幾天 他會派出誰 布林肯到非洲去訪問 所以說紐約時報 這個是對拜登來施壓 也就是最重要的孤礦 對 是在你兒子手上賣給中國的 對 所以這幾天來說 布林肯馬上就去非洲補破王 他去非洲三個國家 同時要重返非洲 務必要把鋼果這個重要的孤礦 把它奪回來 那事實上現在盤整一下 孤礦來說的話 中國大的儲量其實很少 所以過去幾年 他一直不斷的精吞蚕食 那目前全世界經驗孤 中國六個裡面 他佔了五個 他控制全球高達80% 另外銅涅稀土菇還有鋰礦 他們盤點一下 他都超過60%的生產重要 所以你知道中國現在來 如果你要對打下一波 新能源科技來說 中國至少在上游資源這塊 他絕對是要領先的一個局面 所以你說 對來的電動車 中間一個非常至關重要的 就是電池 電池就是裡面的稀有金屬 對 其實我沒有講到這個稀有礦物 對 中國現在拿去了 而中國拿去的關鍵在於 美國過去12年 清呼的結果 我沒有想像 就是在鋼果基商庫這個地方 由美國掌握的地方 對 全部都被中國拿去了 沒錯 事實上在鋼果這個地方 他的孤礦 孤礦來說的話 佔全世界的這個生產總額 他的儲量跟生產總額 可以到達全球的一半 所以你只要掌握鋼果的孤礦的話 你就是一半的孤都在你的手上 那那孤到底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知道事實上現在電池有分 一個零酸鋰鐵電池 他是比較低階的 但是李孤蒙 或是李孤涅這種 重要的這個電池來說 他的動力會很強 所以你幾年後有往高階發展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孤這個東西 所以你有孤 你才能往這個更 速度更快 電池更大的這個電動車去 但是問題是 美國現在的孤礦 美國在這個部分技術是領先 中國在零酸鋰鐵電池技術是領先 但是美國沒有孤礦 所以他等於是他用孤礦 就卡住了你美國電動車的發展 所以說電池的技術明明是美國領先 可是重要的元素是被中國掌握 難怪布林肯要回非洲 為什麼這樣 我們就點名 孤礦 孤礦已經是被他領先 你看一台特斯拉需要4.5公斤的孤 然後約莫是一台手機的400多倍 一個特斯拉4.5公斤的很多 所以特別是越高階 越高階的時候你用到的孤會越多 而且越來的使用量會越來越多 那包括李礦 我們李孤涅嘛對不對 還有一個李礦 李礦目前我跟他講一個 目前全世界51%是在中國大陸的手上 都是這樣 你看他還有另外一個還有什麼 石墨 石墨的話目前百分之百 尤其是富極石墨都是中國 中國在石墨也搖搖領先 另外包括還有一個色 色目前在全世界只有三個礦山 一個在加拿大 一個在星巴威 另外一個在澳洲 三個礦目前都在中國的手上 他連加拿大都拿下來了 他已經買了很久了 所以事實上經過這幾年 金吞禪的時候 你才發現到說 原來半數以上的所謂的稀土 或是重要的礦 都在中國的手上 而且這次在幾年發生 從2013習近平上台到目前為止 不到十年的時間 全部都落在中國的手上 可是紐約時報在裡面 特別強調說 美國是在這個艾森豪時代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稀有金屬非常的重要 也知道釉礦非常的重要 所以當時這麼久的時間裡面 特別在這個所謂的尼克森時代 還特別的掌握 還揪得很多錢 就現在全沒了 為什麼全都沒了 寶傑講到重點 事實上在鋼果這個地方 經營最多是兩個國家 一個叫美國 一個叫日本 美國跟日本 很早就發現到這個地方 有非常大量的顧礦 猛礦一大堆 每日早就進來了 但是問題是這樣 美國先掌握住 事實上在最早的時候 全部都在美國的手上 美國有一家公司叫做 自由港默克蘭公司 這公司是當時最大的這個 鋼果國家股份的最多 最多持有者 可是問題是2016年的時候 他想說 這個孤礦我撐不下去 我用低價 他當時用26.5億的賤價 賣給了中國的洛陽木業 那洛陽木業來說 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 這個比較有錢 那美國想要退出這一塊 就26.5億就賣給他 賣給他的時候 當時他持有股份不到一半的 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等於是低價 被他買走了 低價被他買走的時候 保姊這下洛陽木業 他下面的融資全部都是來自 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 中國給的錢 所以就是中國給他的 他就一直買一隻買一隻 買到最後的時候 後來在川普要卸任的時候 洛陽木業再度從這個自由港 麥克莫蘭公司 再買到這個股份 前前後後一共買了80%的股份 就買到他的手上 買到他手上之後 他就對這個鋼果的孤礦 進行一個全部控制的局面 都在他手上了 而且這次美國的紐約時報 還故意披露了一個文章 就說你拜登真的要負責任 他講到拜登之子參與的公司 如何幫助中國獲得孤狂 他就直接點名你 為什麼這樣說 我剛才不是講到 2016年的時候 他不是買下莫克 自由港莫克蘭的公司嗎 其中有一個交易是說 他不能夠直接賣給這個 中國的公司 所以要過一手 過一手的時候過 用誰過一手 用當時渤海華美公司 也就是亨特拜登的公司 先把這個美國公司 先賣給亨特拜登 所長有的這個公司之後 然後這個公司再賣給這個 洛陽木業 所以他不能直接賣給洛陽木業 中間有個白手套 而這個白手套居然是拜登的兒子 對 所以就知道 為什麼他們撲撲的這個文章 就告訴你嘛 你拜登你也必須要為 過去我們丟掉孤礦 你也要負責任 所以是從歐巴馬時代 拜登時代一直到你 川普時代一直到拜登時代 導致我們美國在孤礦出現 一個敗局的局面 我們跟他講 紐約時報基本上是比較偏民主黨的 他過去是支持拜登的 可是現在 你當然要跟中國競爭的時候 你落後這麼大 我要算總照 現在算到拜登頭上了 所以你看為什麼布林肯要趕快跑到 這個非洲三個國家 包括肯亞 奈及利亞 還有這個塞內加爾 他現在要宣布什麼 我們要重返非洲 重返非洲的經營 當然中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中國這個今年一月的時候 王毅到的鋼果 他為什麼特別到鋼果 他說你原本欠我這個2800萬美金的貸款 我們現在完全都取消 那因為這樣 因為他目前的鋼果欠中國大陸的經費 還有好幾十億 於是鋼果就宣布說 我要加入一帶一路 所以在中國 也鋼果到底在 中國持續對鋼果要控制的牢牢 那美國在這個時候當然要重返非洲 所以你知道這個事實上 這個所謂的資源爭奪彈 其實還在持續進行之中 好 那剛剛講到 現在可怕的是 你說不只是孤礦 鋼礦 色礦 很多的跟電池有關的金屬 是 中國都有插手 對 事實上對美國來說 更尷尬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之前美國不是佔領了 阿富汗一段時間嗎 美國對阿富汗也進行了 非常詳細的一些這個探勘 他們最後的局面是說 這個很多孤礦 很多礦 雖然富含礦 但是美國沒辦法開發 就知道美國走了之後 現在中國企業馬上就來 這是根據環球時報的報導 他們就說 他們五家工作 他一旦到中國去 一旦這個中國進入這個阿富汗的時候 他們馬上所有的國營礦業 全部都派人到阿富汗去考察 考察之後 目前至少有20家中國的國有 還私營企業 準備要去開發大量的鋰礦 對 也就阿富汗有大量的鋰礦 他們準備要去那邊開發 那為什麼他們要去開發 阿富汗的鋰礦呢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其實呢 他們有一個重要的這個關係國 玻利維亞的鋰礦 他們丟掉了 為什麼玻利維亞的鋰礦丟掉 他就是下一個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 他是最重要的能源 那2019年的時候 當時他們政府叫做莫拉萊斯 他跟什麼 他跟中國的企業 還有德國企業 他們簽了核資的這個狀況 結果保證 沒想到2011年的時候 他居然這個莫拉萊斯 居然被辭職 他辭職什麼 因為發動軍事政變 他被趕下來 那為什麼被趕下來 聽說是當時美國在後面 就是要搞他 把他搞下來之後 這個整個案子就可以由美方來 重新來接手這個鋰礦 所以是美國硬插手 對 美國這個當時的說法是說 美國要求玻利維亞軍方把他趕下來 那趕下來之後 後來跟中國還有德國這個案子 就告吹 告吹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其實這些所謂資源爭奪戰 在各國裡面來說 美國跟中國是無所不用其極 在互相干擾對方 在互相要奪取對方的這個礦源 你就知道說 這一場資源戰 拜登現在他也知道了 我要重新奪回所謂的電動車這些 我勢必得要在礦上面 鋰礦 孤礦 涅礦 色礦 我都要全部跟你中國開戰 這已經是一條不能夠回頭的路了 知道 現在表面上 中國已經掌握80%的孤礦 看起來美國這一局是落後的 跟你說 美國非常狠 美國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美國最會搞軍片 現在雖然鋼國表面上跟中國交好 可是妙的是 當布林肯說他要重返非洲之後 鋼國跟中國之間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更妙的是 有五名中國的工人在自己的工地裡面 竟然就被鋼國綁架了 沒有錯 狀況是這樣的 中美大戰從西太平洋現在打到非洲 原因很簡單 非洲有中國跟美國核心利益 就是金屬嘛 之前吉內亞不是政變嗎 吉內亞政變的原因是 因為中國最大鋼的來源就來自於吉內亞 中國好不容易把吉內亞整個盤下來 結果總統被整個抓走 去兵變 抓他總統那個上校 後來傳出來在美軍基地受訓 去把吉內亞總統抓走嘛 然後現在鋼完全沒辦法進到中國嘛 現在到鋼國綁架 是鋼 鋼是什麼東西 就是下一代電動車的電池的核心燃料嘛 你說美國可能如法炮製 當然如法炮製啊 就兩件事對於鋼國綁來說 你要把就靠過來 否則我就發動政變218 就那麼簡單嘛 可是偏偏你知道嗎 中國在非洲去搞那些東西 是非常抽禪的 當地人本來就很不喜歡中國人 很不爽嗎 很不爽 比如說第一個 他們比如說去掏金 或者說去採這個鋼礦對不對 他們掏金過的時候 那個所謂污染的 完全沒有在鋼 他就直接弄到水裡面 譬如說掏金那個金礦弄下來 它是有礦砂跟金對不對 你要分離要靠什麼 靠拱 靠水銀把這個分離出來 結果中國人根本沒在理由 我弄完拱就直接排水裡面 拱有毒欸 拱有毒不只是水有毒 拱會滲透到土裡面 到土裡面 我剛剛我在那邊種東西 種出來吃也會拱中毒 以前台灣烏角病生就這樣來的 結果中國完全在非洲沒有看 所以你看 他們拍那樣 只要有中國工廠的地方的那種水 一定超級髒 所以以前這種照片這種資料是出不來的 可是美國介入之後 這個照片都出來了 非洲人也會看新聞 你不能以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也是有那種名氣可用 就是說如果這個一個國家對於反華 這樣情緒很OK的話 就是很嚴重的話 美國也比較好介入嘛 所以美國把反華也帶到非洲去了 所以這種東西也是 我們才會發現說有中國的企業 不是說五個人被武裝民兵抓走嗎 這也是反華的情緒 甚至你以為只有河流嗎 沒有 還有煤嘛 當然怕工廠會燒 燒那個烏喔 那個煙 照來說你看它煙有多黑啊 照來說我們應該先 做第一步的這個消毒嘛 結果沒有 完全黑的亂七八糟 還有呢 譬如說我們這邊有礦場 我們以台灣來說 先進國家礦場一定要做什麼 環瓶嘛 對不對 中國沒在跟你環瓶了 直接挖下去 反正我如果要在這個山挖礦 整座山突定了 就是全部都先產平 所以你看這個礦場 整座山 它沒有水土不好吃的嗎 當然誰跟你水土不好 你看整座山產平 然後挖到底 所以中國也沒在跟你爛個爛法 可是你看 對於非洲來說 這些都是他們的土地 你這樣對付我們土地 能接受嗎 而且最離譜的是甘比亞 甘比亞不是靠海嗎 甘比亞的人 大概50%的蛋白質來源 是來自於漁獲 結果中國在那邊多過分 第一個用拖翅王把捕魚 就補起來對不對 捕魚之後 他們不是要吃那個魚 在甘比亞社工廠 把他的魚曬乾 做成魚粉 然後魚粉的運回 中國做魚的飼料 可是我做魚粉的過程中 那些什麼污水 什麼全部直接弄到 甘比亞的海邊 我把你的資源給韜光 韜光拿到中國利用 然後污染留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更離譜是什麼 現在富豪 中國富豪流行什麼 去非洲打獵啊 去非洲打獵是 中國去富豪打獵 非洲打獵 他是那種 陳希以前白人 去非洲打獵 那種殖民主義的象徵 你知道嗎 中國富豪去非洲打獵 你看這全部 打完獵 全部合照 很貴 打一頭大象要五十萬美金 一千五百萬台幣左右 你以為是五萬十萬 打一頭大象要一千五百萬美金台幣 一千五百萬台幣 第一件事 是非洲有些國家 他會出售這個大象的獵殺權 簡單講說 你獵殺一隻大象 我政府要抽頭多少錢 所以這個抽頭就很貴了 然後你去那邊有機票 簽證 住宿 槍支 然後你以為中國人真的會打獵 還有獵狗先把大象驅趕過來 先把大象搞得快半死了 沒什麼攻擊力 中國人補最後一槍 因為那都富豪 然後補完大象之後 或是獅子射殺完之後 他還負責幹嘛 幫你做成標本 做標本要九到十二個月 然後你做一隻獅子的標本要兩百萬台幣 這標本帶回中國嗎 標本可以運回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會搞定當地的林業部門 開具證明 這不是盜獵 這是政府有頒發給你的正式狩獵 所以有中國 因為太多富豪軍 你知道嗎 中國林業級竟然出示一個公文說 禁止進口在非洲狩獵後的技能 太多了 太多了 禁止這些出來 所以整個中國在非洲 確實你前面當然是一副大爺的心態 我是有錢人 我是殖民者 現在反彈才剛開始 好 董事長 我們剛剛講到的 現在中美 我覺得在軍事上面 都是虛張聲勢 可是你現在如果在非洲 真的去拼這個孤礦 我覺得那真的會血流扯核 都完全沒有履地的 現在目前做電池來講話 美國人沒有一家廠商 福特是跟誰合作的 跟韓國的LG合作的 全世界現在只有中國的廠商 日本的廠商 就是Panasonic 中國這林德時代跟Panasonic 中國這林德時代跟Panasonic 韓國就是LG跟這個三星 這幾個 這幾個就這幾個廠商做 美國一家都沒有 所以美國要從頭開始追 所以為什麼紐約時報講說 他在Lost ground to China 從基礎上就輸掉了 從起跑點就輸給中國了 這個要趕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他因為他現在這是第一波 1.2兆 他另外更厲害的是 最近參議院通過了 現在眾議院馬上通過了 1.85兆美金 那就是對產業了 那電動車的部分 這個產業投資來講的話 包括半導體就是三四千億美金 電動車也是幾千億美金 他就幹下去 他錢要花下去了 他就花錢幹了 錢要花下去 總有東西在手上嘛 所以他就開始在幹 他錢花下去就有力量嘛 布林肯 你跑去非洲幹什麼 你兩個 兩招香蕉 誰理你啊 他帶著錢去才是老大嘛 對不對 所以那這個把這個 那這個電動車裡面 最核心部分 其實就是在電池 電池 所以他第一個工作 他很厲害的 他先搞了五十萬個充電樁 他把充電樁搞下去以後 就告訴你說 我全美國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在美國 就吸引全世界的電池公司 特斯拉或各大車廠 全力投資美國 這是他真正的核心部分 那非洲部分的話 當然不在話下 可是他非洲部分 他能不能贏的話 我覺得你看布林肯講一句話 他說非洲現在在地緣政治上 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重要的地緣政治力量 地緣政治包括什麼你知道嗎 戰爭 經濟跟軍事 不惜他跟你打仗 所以他的說法就說出來說 我要到非洲來了 可是那中國在非洲 有這個經濟的力量 有沒有軍事力量 其實是沒有 很少 所以如果美軍真的要介入 到非洲的力量進去的話 我覺得他還有可能在這邊 你剛剛講的對他現在的軍閥合作 跟現在的政府的合作的控制力 他靠美軍的力量來講的話 他還是有可能會再攻下一城 美國國務卿布林克最近進到了非洲 進到非洲去了肯尼亞 奈吉利亞跟塞內加爾 而特別提到 他就是衝著中國而去的 他現在這個目的很清楚 他要跟中國在非洲爭霸 因為如果美國要往電動車發展 他要去發展他的乾淨能源 他就一定要掌握所謂的坦礦 掌握所謂的孤礦 而這些都現在都在中國的手上 所以如果美國不進到了非洲 如果美國不進到了非洲 去爭霸這些礦產 未來在乾淨能源上 在這個所謂的電磁技術上面 美國在基本上上面 完全沒有辦法跟中國一較高下 所以現在布林肯去了 而且講得非常的白說 美國的做法是可負擔的 是透明的 不會造成當地償還不了的債務 好 現在美國要回去了 現在真的有辦法進到非洲嗎 現在本來非洲很多 你的機場 你的公路 你的水壩 全部都中國人做的 現在可以一筆勾銷嗎 現在真的有能力 把中國的勢力 完全的踢出非洲嗎 特別是布林肯 這一次去到了肯亞 他一定感受非常深刻 因為他從開始下飛機 從機場 從公路 從你看到的周邊的大型建設 這全部都是中國人所建造的 這對布林肯 這對美國來講 一定是一個極大的震撼 好 我們在這段裡面 有兩位來兵加入討論 第一位是資產媒體人 三後世 後世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資產媒體人 他遇到了肯亞 奈吉利亞 跟塞內加爾 那現在他到底要幹嘛 他要去跟中國 競竹裡面的礦產嗎 沒錯 事實上經過這幾年的布局 中國在非洲的布局相當相當深 你知道一帶一路以來 從2013年到目前為止 中國累積在非洲的 總投資已經高了600億美金 600億美金來說的話 現在這幾年布局之後 後來美國才赫然發現 糟糕 整個非洲已經過去是 非洲是我的朋友 現在非洲都是中國的朋友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他們現在發現到 非洲有非常多重要的礦 譬如說以鋼果 鋼果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 菇礦還有毯礦 而且菇礦是什麼 李菇涅三元電子 需要用到菇 菇最大的產能就在鋼果 另外用來做什麼 毯值電容 這電容器 未來往高壓電容器有時候需要毯 毯的最大產能都在鋼果 結果沒想到 現在整個非洲都被中國掌控之後 中國掌控了未來 所有新能源的礦產之後 美國發掘不利 所以現在美國要重新再去爭奪非洲 所以為什麼這次布林肯跑了三個地方 到肯尼亞 到納吉利亞 到塞內加爾 他當然要宣誓說 我們美國重新回到非洲 那不只這樣 他現在要結合什麼 結合這個歐洲 歐洲也要推一個所謂的大基建 現在美國跟非洲 美國跟歐洲推一個聯合 B3W Build Back Battle World的大基建 要砸好幾千億 要跟中國道直接在非洲PK起來 我們看到過去美國在非洲 我講我的人道價值 講我的這個所謂的民主 就沒有想到 非洲更不理你這一套 而中國去只有一件事 我帶著錢去 我該搞一帶一路 我幫助你建設 其他你這個國家再怎麼混亂 你怎麼殺人我都不管 美國現在學會了 美國現在進去也帶錢去了 為什麼美國這時候能夠切進去 第一個因為美國現在有錢 包括說最近這個B3W這個法案 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因為沒有錢 所以美國都是開共同資料 但是現在緊接而來說 他們美國已經說了 接下來美國國會會提拨 數千億美金的資金 所以他們會有錢 他們過去你砸錢 我會來跟你砸錢 那特別是因為 這近幾年的一帶一路 在非洲你看 違法貪污收賄 虐待勞工買賣人口一大堆 全部的非洲人都很不爽 所以這時候美國趁機來接收人心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他要跑這一趟 跑這一趟回去之後 他緊接而來 美國的法案就可能會馬上退出了 而且我們剛才講到的是 過去美國看到了非洲 那是一個貪污落後戰亂 那個是美國抽身都來不及的一個地方 完全不想碰 但是布林肯 這一次去了非洲以後 他講了一句話 現在該是轉變對非洲的看法 沒錯他這次到了這個奈吉利亞的時候 他就先發表一個說法 他那個西非的經濟合作組織之後 發表演講 他說什麼 非洲一直擔心他外國打交掉 有什麼附加條款 其他國家的基礎建設合約不透明 然後脅迫造成負擔不了的債務 破壞環境 而且不見得對當地有利 他說我們美國完全不一樣 我們給你選項 美國的做法是可以負擔的 透明的 所以他擺明他沒有點名某個其他國家 但其實我現在是誰 大家都知道是中國 所以等於是說他就直接到中國 到這個西州合作非裔裡面 他就直接挑明了他要跟中國互相的挑戰 所以美國過去在非洲 我是老大哥 我是一個秩序管理者 現在沒有 我是你的生意夥伴 沒錯好 他這次要幾個地方 包括說像肯亞 肯亞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歐巴馬的關係 所以他們跟這個肯亞跟美國關係 其實是相當好的 那奈吉利亞是怎樣 奈吉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 最複數的地方 對塞內加爾是民主化的國家 所以他這次採訪 他採的點他有他的含義所在 他看到奈吉利亞就說什麼 我們這次準備要怎樣 我們準備要跟奈吉利亞投資在21.7億美金 12新來幣是603 要發展基礎建設 而且他說跟中國無關 那他就特別提到說你們現在 因為奈吉利亞非常多 中國在那邊投資 中國目前在那邊投資有31.2億元 那變成是奈吉利亞的債務 占奈吉利亞的總債務是3.94% 那另外他去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他也是一樣 他說說我們要準備 簽這個10億美金的這個投資 有273億 他說我們美國從未殖民 那塞內加爾人視為這個民主國家 所以他意思言假之意就說 有人在殖民你們嘛 所以他其實種種的所作所的 都是針對著衝著中國而來啊 而且這一次布林肯到了非洲 他的感受一定非常的強烈 就我們剛剛講到的 當他開始下飛機 他到了機場 他上了公路 他眼前看了一線 所有大的建設 竟然都是中國蓋的 沒錯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來說 就是中國蓋的所有的建築物 你看 這叫做奈吉利亞 中國三會大樓 這擺明了就是中國人蓋的 那為什麼這樣 你看 這是奈吉利亞 中國三會大樓 你看這是紐約時報 它報導了 中國影響力正籠罩著 布林肯的非洲資旅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說布林肯可能 下到非洲之後 他會發現到 怎麼全部都是中國字啊 都是中國蓋的 這個中國三會大樓是這樣 然後他經過這個 奈洛比的高速公路的時候 這個所謂肯亞奈洛比的高速公路 上面就是中國蓋的 中國蓋的這些 還有中國蓋了非常多鐵路基礎建設 甚至你知道 他在這個 包括說你看 奈吉利亞鐵路裡面來看 新鐵路 新鐵路你看 奈吉利亞的鐵路在裡面 裡面廁所啦 甚至你看 螢幕裡面還播了中文字的字幕啊 甚至我們不是講過嗎 他們這個鐵路裡面來說 就仿造中國的訓練嘛 所以很多中國的 很多訓練都跟 這個是中國巴格的 對 高鐵或是鐵路上面 都跟中國的規格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你看裡面畫面裡面 都有很多中國字幕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覺得 他所看到的都是中國的東西啊 所以相信他這一次去呢 會有非常不同的這個體驗 正關紐約時報講 中國影響力 籠罩著布林肯的非洲之行 對 甚至他的酒店裡面來說 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 這個商業招待的 商業的團體 所以他碰到的人 還有很多建築物都是來自中國 那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我們就以奈及利亞為說 奈及利亞的這個 中國商會的會長 這個葉水晶 他就說什麼 我們中國企業 企業喔 企業對奈及利亞投資 已經到了200億美金 這個是非常非常多啊 你剛剛講的 600是政府官方的 現在光單一個民間企業 對 奈及利亞 對 200億美金 他說我們在 全中國企業在奈及利亞有160家 那有僱用超過20萬名的這個奈及利亞人 所以你知道他們真的非常多都砸 除了國家砸錢 企業砸錢 所以他們當然在那邊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現在搞了什麼 奈及利亞現在軍艦他其實用的是中國的規格 他跟中國買了非常大量的這個軍艦 甚至奈及利亞未來要發展衛星通訊的時候 他就直接跟中國簽約啊 所以現在中國在整個非洲大陸經營之深 為什麼美國會突然覺醒 因為他們發現到 欸 這樣下去不行啊 整個非洲完全後來就真的會被 完全被這個中國大陸給完全搶走了一個情形 而且現在 美國的媒體也意識到了 現在美國正在失去非洲當中 而我在失去非洲當中的時候 誰是散犯 誰要負責任 也去點名 而這個點名有一個人大家都沒想到 竟然是拜登的兒子杭特拜登 對 所以你知道這是紐約時報的報道 你想 欸 紐約時報的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他不是還都還沒有 還不承認 還算挺拜登 對 而且那種過去的一些緋聞 一些這個不實這個消息 他都沒有報導 就他這次居然報導這件事情 欸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也講過 為什麼 因為其實杭特拜登 他有成立一個叫做渤海華美公司 我們曾經講過 他在中國大陸成立 就跟葉選民一樣 後面有中國的資金入股 他那個公司嘛 結果沒想到他都說 欸 我們為什麼會丟掉 這個鋼果的這個菇呢 原來是杭特拜登 你在後面搞的鬼啊 為什麼他這樣講呢 他說其實洛陽牧業這家公司呢 他原本有持之26.5億美金 去買鋼果的一個這個 Tenaki的這個 這個銅菇礦的這個股份 但是股份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這個公司有一個規定說 如果我要賣股份的話 我會先賣給這家加拿大的公司 加拿大公司是優先成購權 結果沒想到這時候呢 杭特拜登就出來了 杭特拜登成立這個渤海華 渤海華美公司呢 他就先買下來 因為杭特拜登是美國人啦 對 你加拿大賣給美國沒有問題 所以透過他的政商關係 反正加拿大公司 就可以賣給美國的這個 尤其是杭特拜登 為首的這些私募基金 然後他賣給這個 渤海華美之後 再賣給洛陽牧業 所以他是白手套 對 就是他經過一手 經過一手的時候 他有賺到錢啦 所以就等於通過這樣的方式呢 後來整個中國大陸 持有了這個 這個所謂 這個鋰礦的股權 已經來到80% 那 鋪礦的股權 已經來到80% 整個這個 這個鋼國政府只在20% 所以中國在這個鋼礦裡面 已經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所以鋼國的鋼礦 被美國 被中國拿走 對 所以我鋼礦 我要怎麼生產 我要怎麼用 都在都是我說的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保證我們講過 未來的電池有分兩種 一種高 這個所謂電動車的電池 高階的是用鋰孤涅的 這個三元電池 那比較低階的是 所謂磷酸鋰鐵電池 但是 李孤涅因為他的這個 動力比較強 所以在高端的這個電動車 都需要用到這個 所以當然 現在 鋼礦被人家找 因為鋼礦大部分 都在這個 在這個鋼國身上 你丟掉這個鋼礦之後 你未來怎麼發展 未來怎麼發展這個新能源 所以這個當然是 當下拜登的那個 要奪回非洲主導權 是當下非常重要一件事 難怪美國的媒體就講了 現在美國在清潔能源上面 會輸給中國 而這個最關鍵就是 你竟然在高端國 輸掉那個鋼礦 沒錯你看 美國的媒體說 美國如何輸 在清潔能源競賽中 輸給中國 他就講到鋼礦 鋼礦是電動車需要的 一種重要的產品 好 難得講 事實上為什麼會丟掉呢 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根本沒有在意到這件事 事實上2016年的時候 原本這個鋼礦的這個左爾選 是美國一家公司 叫自由港麥克莫蘭公司 就這樣公司來說 因為他後來經營不散 經營不散 那他就賣給洛陽牧業 所以一開始原本是美國公司 持有這個鋼礦的鋼礦喔 結果後來要賣給洛陽牧業的時候 保潔你知道 當時的這個非洲的相關的官員 跟美國國務院說 你千萬不能夠賣 要阻止這樣狀況 結果後來美國國務院 根本不理這件事 因為2016年當時他們不認為 中國大陸有這麼強大的野心 結果就讓他掉到所謂洛陽牧業的手上 就賣掉了 對賣掉賣掉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完全就已經 目前已經完全被這個中國大陸 你看這個美國科學家說 估在白宮的報告裡 名列最憂心的原材料之一嘛 結果沒想到完全都被 整個這個中國大陸的掌控 難怪布林肯要急著趕快去非洲 對 那為什麼這會影響 因為美國最近不是通過一個 基礎建設法案嗎 基礎建設法案裡面 你要建大量的 包括說像電動車的相關的東西 裡面呢 你沒有顧框 你沒有顧框 你搞什麼呢 所以對美國來說的話 他現在才意識到 奪回非洲除了有 包括說像政治上面 或是這個所謂聯合國席次 相關的問題之外 原來這個礦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 好 這樣 剛才講的 中國對非洲經營非常久 而且過去整個西方事件 你是用人權 是用整個民主 去要求非洲這些國家 要求你不可以這樣子種族屠殺 可是非洲不在乎 中國也不在乎 中國去我只要賺錢 而且我根本就跟你獨裁者 這些掠奪者來合作 就沒有想到這幾年來 他就進到了非洲的各個角落 剛剛講的很多的房地產 很多的機場 很多的公路 都是由中國來蓋的 可是問題來了 當中國人越來越多進到非洲 當越來越多的角落 直接跟非洲的人民接觸的時候 衝突竟然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連習近平都說 你要尊重當地 沒有錯 因為一大堆怪事情嘛 有販賣人口的 有賣營的 有不給薪水 有偷挖礦的 有人虐待勞工的 一天只給人家一兩塊美金的 連口罩都不給手套 中國 中國一大堆怪事情嘛 所以習近平出席這個 一帶一路的建設座談會的時候 習近平特別說了 你們海外企業還有公民 他不只喔 公民 中國人給我去非洲 要自覺遵守當地法律 要尊重當地風俗 不允許損害中國生育的這個狀況 如果有的話要嚴肅處理 連習近平都受不了要喊話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華人 其實不只中國 就是 反正看到黃皮膚的華人 尤其在鋼果現在形象真的很差 很差嗎 真的很差 譬如說鋼果有個叫南基五省 它這裡面有非常多所謂金礦場 南基五省其實在九月的時候 就有反華抗議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講 他們都大規模的排華嘛 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最近嚴重到什麼程度 昨天喔 既然有武裝部隊 衝進華人的這個聚落 抓了五個華人走 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 甚至嚴重到 是中國大使館 你說鋼果人去抓華人 抓中國人 對 武裝部隊 抓走 抓走到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是中國在鋼果的大使館 直接說了 提醒中國公民 不要再去這三個省 戰物前往 然後已經在那邊的中國公民 請儘快撤離 是由人民日報特別轉發 這個所謂的中國鋼果大使館 那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們當地 整個壓力是多大多麼的口感 這是中國的人民日報 實際上經過何時 有五名中國公民被綁架 中國鋼果的大使館提筆說 這些省份高風險地區 暫時不要前往 對 所以說對於他們來說 而且當地的公民要趕快撤離 對 趕快撤離 所以其實是撤僑令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那麼緊張 就像我講 裡面做太多太多怪事情 比如說第一個你有看過嗎 照理來說中國人是大把 大把鈔票去鋼果對不對 他應該是人上人嘛 對不對 當皇帝對不對 現在鋼果他們對於中國不能接受到什麼程度 公開審判中國人啊 連畫面都給我播出來 什麼叫公開審判中國人 有中國人在那邊去販賣人口跟賣淫對不對 結果呢 中國人在非洲販賣人口 對 販賣人口賣淫然後判十年有期突襲 然後你看你看 給我公開審判 這在鋼果的畫面喔 鋼果的法院喔 然後呢他們公開審判除了強調他們中國人之外 還特別去tag他們中國的護照 說是在這一大點中國的護照 所以對於很多人來說 你中國是真的在那邊亂搞 你看不遵守當地法律 也不尊重當地風俗嘛 就是習近平講的 好了你除了搞這種所謂賣淫啊 人口販賣之外 他們採礦對於那些採礦的童工 我要強調喔 童工也非常非常殘忍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他們第一個採礦的時候 因為他有大量的陽灰 對不對叫灰塵 他們口罩也不給人家 手套也不給人家 然後去採 然後最後他們有那個NGO去調查 有七歲的童工就在那邊採 然後一搞搞十幾個小時喔 給他多少錢 一天一塊美金或兩塊美金 然後呢你採礦 尤其是菇 會有大量的重金屬對不對 流到河裡 他們也不處理 正常來說你要處理嘛 就你不處理變成什麼 下游的人把這水拿著 撈起來就喝嘛 重金屬中毒啊 所以他這是一整條都亂搞嘛 所以他們 那裡完全沒有環保的 完全沒有環保 你看你好歹加減做一下嘛 結果呢 鋼果直接一關關掉六家 中國的礦業 為什麼 因為你完全沒有搞嘛 我就直接跟你鬧翻 甚至砍樹 中國有錢 然後那種家具要紅木家具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鋼果有紅木家具 對 所以鋼果的三分之二木材 是送到中國去了 送到中國的啊 所以說他們現在 要開始去抓那種三老鼠 中國的三老鼠 在鋼果砍紅木 那這東西對他們來說 當然是不能接受啊 還有什麼更離譜的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中國在那邊做 也是做一帶一路 結果中國人 不用自己的中國人 因為你中國人去那邊 虐待中國人的話 中國人會上微信抗議 會上訪嘛 但他們找越南的人 然後找越南人 然後去塞爾維亞的時候 結果幹嘛虐待人家 什麼叫虐待人家 第一個因為很冷嘛 冰天雪地 雖然有上下床 跟我們當兵要上下鋪對不對 結果不給人家床墊 直接叫人家硬碎木板 然後被子給薄被子 然後冬天沒有暖氣 沒有熱水 然後現在不是習慣肺炎嗎 肺炎喔 照理來說你給他一個愁痛藥 什麼退燥藥也好 沒有就直接把你關在房間裡面 關到你自己好 再把你放出來 所以呢 他們這些人也在抗議 更扯的是什麼 五月到現在只發過一次薪水 欸你叫我 你虐待我就算了 大家給我幹白宮 幹白宮那我要回越南可不可以 不好意思你的護照被我扣留了 所以你的中國一大堆怪事 結果確實好像一帶一路 就像習慣你講的 你真的要尊重當地法律 否則真的要反華了 所以董事長你還想像 中美雙方竟然在非洲 直接面對面了 當然我不覺得 在短時間之內美國會佔上風 因為中國已經長期支持 非洲的這些軍閥 所以它很簡單 他說不管你這個體制啦 你看軍閥殺人放火 人權你搞虐待 他通通不管你 對 就跟你往來嘛 不知道賺錢就好 對 他不是最早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第三世界國家 他想當毛澤東想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嘛 他在大饑荒的時候 在中國內部三反五反的時候 他百萬百萬的美金去援助非洲 他都跟軍閥往來 他根本不管你 所以他跟非洲的關係非常好 不是那麼簡單的 美國現在去的話 不是美國講這個做法可以負擔的透明的 他要透明幹嘛 他要你不透明 我要貪污啊 對不對 他就是要貪污的嘛 他不跟你貪污 那你要跟軍閥合作 你透明幹什麼 所以布林肯你講這一套東西 是嘴巴講講 還有第二個問題 美國本身政府是沒有投資能力的 因為美國本身是要企業去投資 美國政府是人外嘛 我是把這個錢就是跟你 就是捐給你嘛 對不對 幫你忙嘛 可是你要做企業的話 你要商人去啊 商人去到非洲就搞不定啊 因為美國商人在海外送紅包 對 出事情的話 美國法院要判刑的 中國不會幹 不會 中國大家呼呼頂來 沒關係 大家亂來了嘛 所以這兩個文化不一樣 中國人有優良傳統一起貪污嘛 這個沒有問題 跟這一套美國人不會搞這一套 所以不見得搞得定你知道吧 好你現在布林肯你現在開始 開始去了 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他會不要錢 會拿你的錢 他會不會跟你合作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他現在只針對了幾個特定的國家下手 包括有海港的 有可能有佔你的所謂的海上的軍事基地的 還有特定的戰略點的 據點的部分 他也開始下手 但非洲不是那麼簡單的國家 因為非洲基本上 你一報出來的話 紐約時報寫篇文章你就掛掉了嘛 對不對 那可是中國人不來這一套 你殺多少黑人 還有一個很糟糕的是什麼 中國人有一套 中國公司去的時候你看到沒有 他中國工人如果不夠 他要找越南工人 對 他很多中國工人就跟著去的 所以他工程不是給當地人做的 自己幹的 他自己幹的 他把他剩餘的勞力 把他到那邊消化掉 他把他多餘的生產力消化掉 我講很簡單的 你剛剛看那個火車 那個像高鐵一樣漂亮 非洲需要的不是要高鐵 對 他需要是鐵路運輸嘛 你要把那個礦產 要把那個木頭 從伐木原物料運輸出來 從深山峻嶺 從山峻嶺運輸出來 換成人民幣換成美金 你搞那麼漂亮的那個高鐵幹什麼 貪污 貪污用的嘛 就是貪污嘛 一點都沒有用嘛 正好剛剛講小孩子同工一天來一塊美金 你搞個高鐵幹什麼 根本沒有意義的事情啦 所以他這一帶一路 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還在修正中 可是他跟軍閥關係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美國要進去 還要再花一二十年時間才打得進去 好 走 另外就是 我覺得中國真的在偷偷摸摸 蓋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 他居然在阿聯酋 去偷蓋一個軍事基地 這個軍事基地 居然是美國的衛星發現 才跟阿聯酋講 阿聯酋自己不知道 沒錯 事實上中國到了一帶一路 或許真的在 這個很多損失非常非常多 而且沒有回收 但有一件事情 大概他們可以完成 就是他們在目前為止 搞了非常多的地下建築 搞那種軍事建築 地下建築 為什麼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在 這個所謂阿聯酋的 這個哈里發港這個地方 約莫斯在這個地方 結果沒有 保潔在一年多前的時候 就有人跟美國說 欸 這個中國的 這個他們甲介所謂的 商務公司 船務公司 在這個地方 幫他們拖這個港口的 這個拖艦的工程裡面 他們好像在蓋一些軍事的設施 請你們美國好好調查一下 結果後來美國就在 今年春天的時候 動用這個衛星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發現了 欸 還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這他們從衛星拍過來這個畫面 拍這個畫面來說的話 欸 就是說港口把它挖得比較深 那裡面來說 有一些建築物呢 他好像怕上面看到 然後這個偷偷摸摸的這個狀況 結果美國就說 你可能在這個地方 蓋這個軍事基地 然後他就馬上通知這個阿聯酋說 欸 你知道說美國 這個中國到底在哈里發港 這個地方在蓋軍事基地嗎 結果你知道 這個阿聯酋居然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在這個地方蓋 那於是呢 美國就對阿聯酋施壓就說 你要 你要給我停掉 結果沒想到現在沒多久的時間了 阿聯酋 也就是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主 就馬上說 那這個案子完全停擺了 所以美國如果不講 他就會繼續蓋下去 對 那當然會繼續蓋下去 而且美國是用軍備來威脅他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要跟美國買F-35嘛 他說你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不要買給你 而且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阿聯酋跟美國的關係是非常好 軍事上面的這個 他就用這樣威脅說 你這樣的話我就不要跟你和好了 所以於是呢 這個哈里發港的這個軍港的建築 就告一段落 好 那為什麼這個對他很重要呢 那我們曾經說過在吉布地 吉布地這個地方 中國已經有軍港這支邊 你看他如果在這個地方有軍港的話 他中東勢力就大幅的增加 那為什麼這個哈里發港對他很重要呢 因為這幾年呢 我們不是講他在非洲嗎 他在非洲搞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非洲也蓋了一大堆港口啊 那他們自己也用船運公司 就說我們去了一帶一路 我們幫你們拓寬這個港口 或是說幫你們拓寬這個 相關的這個碼頭 那要事實上這些國家 他們沒有錢嘛 所以就讓你蓋 那你蓋之後 你在蓋什麼 他們也不會管你 所以要先來他們的 埃及的這個蘇科納港 包括蘇丹的這個蘇丹港 吉布地我們剛才講過嘛 包括說肯亞的拉木港 這個肯亞還有另外一個蒙巴薩港 坦桑尼亞這個巴加莫約港 還有坦桑尼亞一個三蘭港 全部他們都蓋一大堆啊 那蓋一大堆的話 來說你怎麼知道 他在裡面蓋了什麼東西 你是商船還是軍艦 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 去管理這些東西 反正你幫我蓋的時候 他們根本也不會管這個 好像我講到嘛 你在非洲有這麼多港口對不對 那你在這邊吉布地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 如果再有一個軍港的話 可以完全連起來 再加上說你看 我們再往這邊過來 巴基斯坦 他們跟巴基斯坦已經談好了 另外再過來來說的話 寶解 這個斯里蘭港這邊 漢班拖沙港 然後一直到這個柬埔蓋 柬埔蓋這幾天不是有個港口嗎 不是也被美國制裁嗎 所以呢 他那麼多軍港都弄起來 欸這個對美國威脅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是美國一定要關注 不可能讓你連城一線 特別是在這個 哈里發港這個地方